台中黎山在26号下午传出有黑熊误入陷阱 因为他的右前肢被紧紧套住动弹不得 林业保育署获报之后呢 就出动了相关人员 有20多人一起上山 完成了紧急的处置 在27号早上将他送下山治疗 台湾黑熊误中陷阱 右前肢被牢牢困住动弹不得 黑熊不断挣扎试图挣脱陷阱 却被限制行动 在边坡滑落又爬起来表情相当无助 就看到那个黑熊在那里挣扎 结果仔细一看原来是中了陷阱 我们现在安静他因为挣扎 导致他又前肢的血管以及神经会损坏 黑熊受困地点在台中黎山搜帽领导 26号下午部落居民巡视水源时 发现黑熊受困 林业保育署获报立刻徒步上山 在晚间10点多抵达现场 森林护馆员加上受医师20多人分工合作 完成紧急处置后摸黑将黑熊送下山治疗 今日上午7点顺利将黑熊送帝生物多样性研究所 野生动物急救站 后续将是情形进行必要之医疗处置 这只黑熊重量大约72公斤 是只成年母熊 又前肢因为受困透索有肿胀和疑似脱救的情况 幸好这回平安获救 不过林业保育署也提醒 民众如果有防治野生动物的需求 应该使用改良劣具避免再有黑熊受伤 记者文斐林博从台中报道